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们现在又到了 欧洲太极文化传播中心 线上平台的直播时间 今天呢 我们非常有幸 再次请到了 北京南派武术院 孙海顺 孙院长 给我们来大家 给我们大家来做这个太极拳的讲解 前面呢 已经有八讲了 今天是第九讲 孙老师呢 是我们太极拳的这个 得到的这个传承 是阳世第六代 吴世第五代的传人 同时呢 也深得禅宗和天台宗的直传 在这个实践过程当中呢 孙先生提出了 首唱了一个叫实践国学的这种概念 言欲成国学必先实修 然后践行 若学无实修 则根本志不能得 体无践行 则所得志不能深 所以孙先生呢 既在这个传统国学的这个经典方面 体无大道 又在太极拳的实修实证上面 深有所得 南派太极呢 是在完整继承了 和充分保留了传统太极拳 13步登天梯的内攻核心心法的基础之上 突出了传统太极拳的养生保健功能 淡化了传统太极拳的格斗意义 将推手散手等这个格斗的训练 提高到了对于修学者处理日常生活工作当中的矛盾 这个角度来进行练习 强调了呢 太极拳是传统文化的实践 传统文化的实修 修学者应当以此修身养性 发现自己本来面目 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培养圣贤君子之品格 有益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从这个角度来助力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所以这个孙老师呢 无论从国学的这个理论还是实践上 都是深有所得的得道之人 下面我们有请孙老师来做今天的太极拳的讲解 今天主要的内容讲解吕 孙老师有请 好 谢谢赵老师 谢谢各位线上的朋友们 谢谢广大欧洲的乃至全球的传统文化爱好者 太极拳爱好者们 很高兴 我们今天呢 又能够在线上 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南派台积拳的一些知识和功法 前面几讲呢 我们已经和大家探讨到 八门五步的盆旅两种面化 上一节我们讲到了旅 大家知道盆为北方人鬼水 旅呢为南方丙丁祸 修行无非是坎离合合 也就是在八卦当中 盆属坎 离属离 盆中带旅 旅中带鹏 实际上就是坎离合合的一种在身上的师兄 而我们知道修行或者说从道家的角度讲 无非就是须坎天礼 然后呢金公木模合成一讲 这里面在西游记里面有人明确的记载 金公其实我们就是所谓的宋空 木模的话呢就是猪八戒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讲讲猪八戒 木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己 太极拳的己在八卦当中 属于正卦 所谓东方甲乙木 在五行当中属木 属于正卦 正卦是什么呢 有口诀叫正养鱼 正养鱼 正养鱼就说 这个正卦呀 它这个卦形啊 像一个博语 上面两摇是阴摇是虚的 中间是空的 下面一摇呢 是实的 所以呢 这个正卦的卦形像个博语似的 像个博语似这样子 这在我们的身形当中 它对应的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家鸡 从学位上讲对应的就是家鸡 家鸡属于干精 干呢 在五行当中也属木 所以正卦就属木 这是咱们鸡呀 它的属性 在八门当中的属性 属于 东方家鸣 而且要点 在家鸡上 那鸡 怎么打呢 家鸡往后一鼓 家鸡往后一鼓 由家鸡封出两鼓进来 一个到左手 一个到右手 最后合在我们的脉门 所以你看家鸡往后一鼓是虚的 那是实的 背后那个是实的 胸口的淡中 或者叫善中穴 是虚的 前面的这个手虚抱着 也是虚的 所以你看那个 就像一个正卦一样 背后是实 前两个是虚的 挤卦实际上非常非常重要 挤啊 在这个 这个整个 太极当中啊 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 东方主生 生生不息 所以呢 它的要点 就是家鸡 就是家鸡 家鸡的往外鼓出 练的 就是我们 所谓的 静缘 杨家 有个说法 这是老六路啊 这一脉 有个说法 叫静缘 静缘指的是哪呢 静缘指的就是家鸡 家鸡是 静的 源头 而静的源头 其生生不息 我们的内静 从哪来 就是从家鸡来 所以 家鸡 打开 是整个太极拳 练习当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部分 所谓神兆 背功寇 一走就重天 而背功寇 上和一般 放在家鸡 下一般 放在哪呢 放在腰际 刻刻留意在腰际 其实也有这个意思 就是整条 我们脊柱的 段鸡 所以整个脊 我们后面发现 整个脊柱是往后弓的 又像 有如拉弓一样 所以脊这一式 是练我们脊柱 尽量的拉伸 尽量的往后蓬松 把脊背的 二十四块骨节 都给它捧开 把里面的骨膜 以气血充盈之 让骨膜呢 蓬起来 润滑之 这就是恢复到 先天婴儿的状态 如果有机会 大家去摸一摸 小孩 刚出生的小孩更好 一周的两周的都行 你看他的脊背啊 你基本上摸不着骨头 摸的都是那个筋膜 忽悠忽悠的那个筋膜 非常的润滑 那么我们如果有机会 再去摸一摸 六七十岁乃至七八十岁的 没练过弓的 一般的老人家 他背后的筋膜啊 有的硬的跟铁板一样 这就是一种衰老的迹象 小孩 筋膜是非常非常的活 越来越老 越来越老 随着我们岁数的 不断的增加 我们身体的衰老 体现在哪呢 体现在我们背后的筋膜的 慢慢的枯萎 乃至枯死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背后膀胱筋啊 有很多大穴 什么心书啊 圣书啊 属五脏六腑 在背后膀胱筋上 都有对应的穴位 而这个穴位 如果我们一按 通过指头一点 你觉得他这个地方 忽悠忽悠的 哎 像按照那个什么呢 我们做比喻吧 按照那个猪皮洞啊 或者那种Q弹的东西上似的 这就比较好 如果按照上他有个大的节节 嘎打 金嘎打 你按上去的时候 他不是一条均匀的 哎 他有一个节 说明这个对应的脏腑 就有所的 毒塞 如果按下去是一个死的 说明的对应的脏腑 就已经开始枯竭了 他的精血已经开始枯竭了 所以当然有一种外置的方法 就是通过 一定的手法 进行按摩 把这个筋膜呢 再给他按开 当然了 这只能起缓解作用 那我们太极拳 通过站桩也好 他通营气血 也有过开骨膜的过程 但他开骨膜 他是均匀的开 而以今天的这个脊 为专门 开整条脊柱的骨膜 所以这个脊呀 如果多打打 非常有好处 这个脊是 一打起来 整个后背就圆了 腰也好 背也好 整个都往后骨 内气往骨缝冲 把骨膜给碰起来 就像一张骨似的 背后要圆起来 所以多练脊式 能够帮助我们 提高生机 帮助我们 恢复 干的 功能 因为他走的是什么呢 他走的是干净 他属于木 所以我们比如说 干要是有瘀疾了 干火上来了 我们就打一打起始 对干呢 是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太极拳 它八门 对应的八卦 五行 而五行呢 就对应的五脏 在我们每一次的运动当中呢 就可以对五脏 进行适当的调节 比如说我们打盆尸的时候 多打盆尸啊 对肾脏就有好处 因为盆尸认鬼水嘛 多打铝尸呢 他对心有好处 心属 丙丁火 多打脊呢 对干有好处 他属正挂 而正挂呢 其相是什么呢 其相是青龙 就是我们朱雀玄武 青龙白虎 我们后面的岸 它属于对挂 我们下一讲讲的岸 属于对挂 对属经 所以西方更新经 相当的白虎 所以这四正 为什么四正呢 彭 北方 在正北 彭在正北 旅呢 南方 而这个挤呢 是东方 正东 东方 加一路 所以说太义权本身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跟河图 洛书 周易 都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 刚才我们主持人说 我们提出了一个实践国学 国学 不能停留在本本上 也不能停留在口头上 说说而已 或者说 国学就变成一种谈资 一种意识形态的认知 这些角度呢 在中华文化的这个视野下 都是比较的出击的 因为我们知道 心理跟生理是同一的 心理是影响着生理的 古人说 项如新生 我们所有人的生理现象 都是由心理的状态决定的 所以我们的身体健康与否 它实际上的本质在心 当然 我们从过程当中研究 有六邪 什么寒暑湿热 对吧 包括也有天地人 各个方面的作用 导致了我们的身体有疾病 这里面黄令勒 已经讨论了很多 但归根到底实际上 我们人的疾病 应该是由心的问题 作为根源的 所以 那么我们的心到底在哪 我们要修心啊 都知道 王明也提出了心学 但是我们的心到底在哪 我们如何去修我们的心 扑树迷离啊 找不着 当年二祖见达摩的时候 说你心在哪啊 他说 秘心了不可得啊 所以心找不到 但是心 它的作用 到处都是 而跟我们关系最密切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色身 就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 就是我们的心理变现出来的现象 所以说 心和身是一元的 修身就是修心 所以儒家就提倡 修身为本 身修 心自然而然就修了 所以我们通过太极拳的练习 就是通过身体来觉悟自新 然后呢 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契入和了知 这样的话 我们不是在用眼睛去看中国经典 也不是用大脑在思索中国经典 而是用身体去体入中国经典 去演绎中国经典 去契入到中华文明的精髓当中去 这也是太极拳的意义所在 这也是实践国学 所谓实修的意义所在 今天我们已经讲到几 那后面其实按也好 踩也好 链也好 靠也好 等等等等 它对应的都是八卦 这是周易的东西 非常的深 有机会的话呢 我们会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周易 从合图 落书开始 阴阳 四象 等等等等 一点一点的讲 什么是周易的 象 什么是周易的数 什么是周易的理 这都有机会 等我们把太极拳练熟了 我们就知道 其实我们在打拳的时候 已经把周易学完了 并不是停留在嘴皮子上说一说 或者看一看 算一算 当然那也是它其中的内容 当然那也是它其中的内容 但真正的内容 周易就是如何能够通过周易 来了解我自己 觉悟我自己 而太极呢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好 那么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 这个极 它的文化的含义 后面呢 还有20分钟 有个专门的小片 有它的具体的练法 用法 我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利用这20分钟的时间呢 给大家讲讲 它的文化属性 所以希望大家呢 能够从另一个角度 来认识和了解太极拳 不能把它简单的 它就是一个健身的 或者说它就是一个 这个体操类的一个东西 那对我们张三芬祖师爷 是吧 或者说整个中国太极传承的 历代宗师实际上 这是我们弘扬不到位 大家理不理解 是一个事 我们说不说 好 那么主持人 今天我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放小片 好吧 好的 那非常感谢孙老师 我们下面先 让我们的辅助人员 把这个挤的教学篇放一下 好 大家好 我是孙海顺 大家好 我是张海实 很高兴 我们今天 又请来我们张老师 来跟我们共同学习 南派双样太极拳 后面的一系列的玩法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再讲一个挤 挤啊 咱们其实也很简单 挤也很简单 首先挤的形 挤的形 你看比如说 你看 我打棚 你打捋 打捋 他帮我往那边捋 往那边捋 哎 往那边捋了 往那边捋了 几形什么呢 你看这个手啊 扒往那里搁 往那里搁 这个肘 这个肘 握着这个手心 这个手 你看 几形啊 这个 腕子 往他这个地方 他不推到我这 往他这一搁 腕子往这一搁 然后这个肘啊 哎 到这个手心 到这个手心 然后这个什么呢 整个腰往后骨 你看你看 这就是脊形 这就是脊形 脊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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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碰 你看 腰往后骨 腰往后骨 这就是脊形 这样 这样 在这 这就是脊形 要往后一鼓 就行了 这个脊形 比较简单 脊门 脊门从哪开 非常重要 你看刚才我 这门啊 跟大家讲清楚啊 这个鞋 它能连贯 但是门什么呢 不逮着机会 不开门 见着鬼子 才挂弦 什么意思啊 你比如说 你我打旅的时候 我打旅的时候 开旅门啊 对吧 你站着牧 牧的牧牧 我这时候不好 开旅门 先用旅行 你看 先给它调他一点 用旅行 调他眉毛 调他这时候 再看你 再开旅门 就摸着他的重心 在开门 开门什么意思 开门就是 让他 以他的重心 为攻击目标 让他不平衡 你不是彭盟也是一样 对不对 彭盟 你看 这是我的重心跑了 说白了 我的重心 我的重心跑了 是他打击我 是我跑了 彭 那吕的话呢 是把他的重心拿过来 你看 这是开门 半边空 半边空 你平衡了 不空了 他重心在 你看我通过旅行 摸着重心 你看我在开门呢 摸摸的重心 你不能开门 你看没摸着重心 就摸到这 你开门 不是 你看 有什么用 我这把握手开 你看空 有什么用 没有用吗 一定是 你看摸着重心了 我在空里 这个饶骨 你看 一定是 十手摸着重心 空他的 空他的 所以叫 这个门 这一点 咱们得知道 这个挤门也是一样 我打棚 我打棚 你打铝 铝 挤 挤行在这 门在哪开 挤行 你看 哎 老是他重心了 老是重心挤 就紧贴着重心 开门 你看 警贴着重心 就警贴着重心 就他的重心边上 叫挤 挤什么叫挤啊 这样才叫挤 这样的挤公交车 大家都挤过吧 这样叫挤吗 看上他都要挤吗 不叫挤 所以说 我打棚 你打女 我打挤 哎 摸空心了 他开门 开门 明白这意思吗 挤门就在他重心 警贴着重心 警贴着重心 旁 旅 旅 你看摸住重心了 摸住好 贴着重心 你看 这就是挤 你看 这就是挤 就是开挤门 你使劲吧 嗯 挤门 这就是开挤门 哎 这就往后来点 往后来 这开挤门 挤门开好了 对方使不上去 为什么 直接从他的跟上借劲 你看 直接从他跟上借劲 接上了 开吧 使吧 这叫挤门 下一步呢 走挤劲 挤门知道吗 走挤劲 挤劲什么呀 挤劲其实非常简单 挤劲就是什么呢 就是对方来的事 从挤门滚出去 一捧 一挤 找着重心 啪 开挤门 使劲 对 你使劲 你使劲 从挤门把什么 把你的劲 把他抵抗的劲滚出去 就行 这个球怎么滚 比如说 你看他重心当时在这 在这 重心在这 我把我的挤 放在这 贴着 贴着他 贴着他 这个地方就挤门 这就要挤门 他重心在这 我贴着他 这要挤门 然后他的劲一使劲 你假装使劲推我 假装使劲推我 假装往前 往前使劲推我 他这个劲儿来了吗 劲儿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呜 往下 这样滚 明白了吧 所以你们再坐一边 你看往这来的 往这来的 哎 一挡 这 找着 找着 他一使劲 呜 这叫挤 这叫挤 非常轻松 他要给劲 他要给劲 从这走 他要给劲从这走 这叫挤 这叫挤劲 给他挤出去 就从这个地方 就从那里 这个地方 这个劲儿是这样子滚下来的 如运转 千金之石 于万刃之山 对吧 你就是万刃之山 这就是挤劲 这就是万刃之山 往下挤 一挤石头 滚滚滚 自己还滚 最后 挤劲 彭吗 你看我彭你 我彭氏啊 我走彭氏 你走旅 哎 他说旅走了 这时候你看 这时候挤着腰是什么 腰是鼓的吧 对不对 腰一鼓 这个时候腰一松 松什么 把我在他球皮上的点 给挤出去 挤到球皮外 这时候产生了这个波 你看啊 他弹的 哇 这这个 啪出一个波 然后挤 这就要挤 这个波 也是滚出去的 一定要破 破壁而出 所以对方一来 这个势非常之大 挤 是比较猛的 明白意思了吗 你看你 我彭 你捋 往这来 我彭 你捋 我挤 看啊 看我是腰 他那球皮 小猪在那 腰一松 出去 把那个 香在这个球皮上的柱子 踏出去 这球皮胖就破了 这就叫挤 也叫挤式 你先打棚 这挤法 先打棚 我捋 打挤 挤 要往后骨 还真有 要往后骨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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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往后骨 对了 公布 要往后骨 对了 非常好 这叫挤法 然后 要往后骨 找我重心 在我重心旁边开个门 紧贴着开个门 你还要挤吗 你还要重心 啪 紧贴开个门 嗯嗯 挤吗 嗯 贴 贴 哎 对了 这个对了啊 哎 对了 这个对了 这叫挤 这叫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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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法呢 我一使劲 从这滚下去 哎 对了 最后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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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腰一松 腰一松 球出 弹出去 松腰 腰一松 把那 挤就 把那个 把那个 柱子挤出去 哎 对了 挤 一松 出这个 试 你看 慢慢慢慢慢慢 到那球 那么 挡 啊 只是慢慢 给你做 嗯 嗯 嗯 吴一松 要出拨 拨去 去撞那个 去碰 碰那个 要打台球 碰那个柱子 碰出去 哎 对了 你看 这根本就外形 不太动 这才叫试 你看 你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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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 你别 别热 嗯 腰往后骨 嗯 使劲 人 腰往后骨 不出声了吗 就是腰往后骨 骨腰 哎 对 先松腰啊 先松腰 你再骨腰呢 骨腰 哎 你不松腰 怎么骨腰 松腰 骨腰 哎 一碰你就骨腰 骨腰 对 哎 对了 这对了 这对了 脊毛 首先 先 你骨腰 你看 你看 它的重心在这 重心旁边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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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心旁边 一定要在它旁边 你看 你看 找 这重心 看到没 这重心 在重心旁边 再长一个 再长一个重心 再长 不要动手 就想法 重心旁边 再再再放一个重心 重心 比如十重心 再放个点 比如那是个点 在旁边 再哎 再贴个点 你推我 推 那小球 那小 重心小球 再贴个小球 再贴个小球 再贴个小球嘛 就 挤嘛 多嘛 挤在一块 找到重心了 重心在这吧 在重心旁边 再贴一个 再贴一个重心 copy一个重心 哎 对了 别动手 你老想动手 老动手不对 不动手 不动手 就想 找到重心了 知道的重心 知道的重心 在你重心上 再找一个重心 你重心在这 我再找一个重心 这是几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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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找重心 你看 这是几 你看我使劲了吗 我不是 我不是真的要去挤 你看 你看 你推我 你不使劲 你手续 手续着 手续着 手续 吸 吸 吸了吗 吸了吗 什么没有 什么这个时候 你看 你看 重心在这 你看 走着 重心在这 再弄个重心 再弄个重心 再重心在这 你看 再弄个重心 挤 挤 挤 这手就感觉 不老再找重心 你看 推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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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不使劲 你不使劲 不使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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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不使劲 你看 我给你找 哎呀 你看 找重心了 找重心干什么 不动 看着你 在你重心旁边 再来一个重心 你明白吗 再来影子 对 你就是为了找到重 就试他的劲 找出来再来一个 对对对对对 不乐他 不乐他 他使劲 比如说他使劲 他使劲 使劲 你看 使劲 你看 不让他使劲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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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看 滚 他使不上劲了 什么时候再找一个重心 你看 嗯 找啊找啊 找重心到手了 贴 贴 贴 我放 啊 也行 挤法 啊 挤劲 挤劲 滚 从门里滚 滚出去 就要掉一个球 从这儿 咕噜咕噜 掉下去 看看 看看 啊 挤门 哎 挤门 挤门在这 他搜到镜 从咕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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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转出去 嗯 哎 哎 起门开 转转转转转转转 嗯还行还行好走走我几十 嗯 松药 把这柱子弹出去 蹦出去 哎 对可以挤出去就行了 松药 哎呀呀呀呀 这起誓 啊 对方来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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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誓吗 他往来的时候就松药 啪你看 再往这柱子一弹就出去了 这都是假的 你摸到什么了 嗯 打的不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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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什么用啊 打是这个 这个 你看 这一个挤 这一个挤 干过来 你看 松药 打得跟那个皮上的柱子 嗯 骨腰 骨腰 送腰打 哦 你看 骨腰 送腰打 啊 挤他那个背后的皮上的柱子 嗯 摆好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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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骨腰 松药用 松药就 这跟蚀到这啪 它挤出去 跟手没关系 说白了 行 啊 他鼓了以后 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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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脸 哎 还是驴手听 哎 这还是 有点 先 别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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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先 你不要 你看 就这个手 就这手 看着 松药 啪 那个球在那 蹬 出去喽 就是说 松的时候 它有一个过程 你可以有过程 你看 在这鼓腰 啪 松药 嗚 这个是 你看 到他快了 到他球 噔 出去了 这是假的 碰到那 这是假的 那就是正的 踏在这鼓 松 脊椎 脊到球皮外头 胖 起 脊椎像你那样 是吧 这鼓腰 屏腰 送腰 你看 到它腰了 你看 到球皮了吧 脊椎屈 憋着 哐 这个东西出去了 那个东西 哐 出去了 他就过来 让我腰鼓起来 松 弄绳 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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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 挤在这 在这 哐 出去 打个弹子 哎 有点意思 这别陷 脚甲就那个点 你看 到那了 哒 你看 对 就跟打子弹似的 子弹打着枪管子不能赖啊 球皮不能破 球皮破下了 你看 球皮啪 就这样了 这样人就追进来 球皮不能破 噔 球皮 球皮不能破啊 就跟那个吹那个坡 蹦 蹦出了一个似的 就出了一场俩球了 一个珠子 一个球 哦 我好像 好像 来来来来 试一下 来 这个 啊 鼓起来 你放松 爬 这地方是假的 是他蹦出这时候被弹下来的 并不是我打他 并不是这样打 并不是这样打 让我是松 等 我这没动 你看 鼓腰 啪 松 球到那 蹦 我这没动 我这起来是因为你按着你松手了 我才自然弹起来的 嗯 可能怎么就变成了 这做一个啊 你看 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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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做一个啊 嗯 你看 到球皮了 嗯 这个珠子在这呢 慢慢挤出去 你看 这是慢慢挤出去的 嗯 那好了 那今天就到这吧 嗯 谢谢大家 好 好啊 这个 我们刚才呢 呃 放了这个 孙老师的教学视频 前面呢 这个孙老师也就这个 呃我们这个太极拳 呃和 这个 一经 啊 五行八卦 以及中医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 关联的关系 给我们大家做了讲解 然后呢 这个 呃就挤这个 一试啊 通过视频和孙老师讲解 可能大家也有了一个 啊 基本的这种概念 啊 那么如果在这个视频观看啊 或者是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大家有什么啊 不太清楚的问题 需要向孙老师来提问的 那么啊 下面进入到啊 问答的环节 我们这个欢迎 线上的朋友有什么问题啊 现在可以向孙老师来提问 由孙老师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讲解 好的好的 嗯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啊 相关的问题 没关系 嗯 呃 今天呢 我感觉可能这个 呃 挤这事的话呢 新法的内容可能比较多 啊 这个 可能有些个朋友啊 现在可能还有一定的这种 需要这个吸收的这个时间啊 这个 确实 你看那个 张老师当时都没学会 哈哈哈哈 啊 因为这个啊 我们这个在这个欧洲太极文化群 还有国内这个啊 才全的朋友里面呢 我们也 呃 就有些个问题啊 先这个做新做了一些个征集啊 啊 有些个朋友把他们的问题啊 发给了我 那我呢 现在就说啊 把我现在有朋友这个啊 提出来的问题先跟孙老师啊 做一个请教 如果线上现场在线的朋友啊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也欢迎就说啊 线上留言 我们来跟孙老师进行沟通和交流啊 啊 现在我这有一个朋友就说啊 问是这个挤劲儿 这个滚出去的时候 是这个对方的这个 来的这个劲儿往外滚 还是把这个自己的劲儿和对方的一起往外滚啊 这是有一个问题 呃 最大的特色 有别于其他内加权的最大特色就是借力达力啊 所以把自己练成一个通道啊 所以自己是不实力的 太极拳呢 不实力 他研究的是什么呢 义与力的关系 神与气的关系 心与能量的关系 等于说是三个关系 我们通过太拳练习发现什么呢 哦 原来我们身上的力 或者叫劲儿 是按照我们的意念 指导 来进行运动的 那我们的气呢 包括 吟气 胃气 宗气 元气 实际上是 跟我们的眼神有关 或者说感觉有关 时神 元神 各自控制着不同的 气 啊 所谓阴阳而气 都可以这么理解 但能量呢 跟我们的心有关 心动 就产生了能量 心静的话呢 就没有 就落到空里面 所以太极很重要的 它有个空 胸中一定 心中一静 就是个不动的空 所以太极拳 说到根本 就是我们发现人 他的 力量 气 和能的 主宰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主宰 不用这个力量 所以叫用意不用力 这是太极拳 最大的特色 说用意不用力 这是刚入门 后面还是什么呢 神 以神欲气 再往后 以心欲知 啊 所谓知觉运动 所以说 这个极啊 所有东西 都是通过 意念 眼神 心神 对自身的 各种能力的了解 因为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那么意念能控制 我的 内劲 自然也可以控制 别人的内劲 眼神能控制 我的内气 自然也可以控制 别人的内气 所以呢 这个时候 对方如果不知道 先天的控制方法 用后天的强弩的东西 加以运动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 就占了先机 因为我们用的是先天的 意识 直接就可以控制他的内劲 所谓的借力打力 是这么来的 直接用意 来用他身上的劲 用神 来用他身上的气 用心 来用他身上的能力 所以说太极拳 有一句话非常重要 毫不用力 真的一点都不用 毫不用力 不代表我没有力 而是我不用力 那我用谁的力呢 用对方的力 把对方当成我 对方就是我 对方打我的时候 就是我要往这打的这种 就是他往前运动 就是我要往前运动 我对他完全的认可 这个时候的力就借来了 所以说 借力 打力 其实都是什么呢 都是一种 把自己忘记 与别人 叫舍己从人 这些太极的核心 那你刚才问的 从那点上 转出去的 是谁的力呢 肯定不能是我的力 一旦是我的力 双方就支上了 我就给他支点了 所以一定是对方的力 那么太极拳 其实你会发现 有时候对方 要不为劲 或者说不打你的手 你借不到力 就没有用 所以要借力打力 有时候很重要 很重要 好的 好 现在那个网上 有一位朋友 Henry 他发过来一个问题 孙老师您好 讲解时说的是夹鸡穴 教学视频讲的是腰部 与夹鸡穴没有关系吗 第二个是说 刚开始讲先松腰 接手后鼓腰 后面讲几式的时候 您讲先鼓腰后松腰 请您解释一下这个区别 一个是这个夹鸡穴和腰的关系 一个是松腰和鼓腰的问题 刚才我已经讲了 其实解练的是整条极柱 上在夹鸡 下在腰际 腰际就是哪呢 就是松腰就是腰那块 看个人功夫的高低 劲儿呢 由下往上走 由下往上走 所谓 这个 发端于 就是起于脚 运转于腰 发于呢 手指 所以说这个劲儿呢 功夫高一点呢 你就可以再夹鸡 功夫低一点呢 你就可以再夹鸡 所以无所谓的 因为张老师 当时那个教学环境呢 是放在腰上比较合适 所以呢 就放在腰上 放在夹鸡 大家看其实那个教学里面 你去看那个视频 就是我在打的时候 其实我的整个 背是鼓的 乃至于好像背后背个锅似的 看那个视频 实际上我走的是夹鸡 这每个人不一样 刚开始一般走腰 比较容易 今儿腰上往上提 提到夹鸡呢 得练一段时间 所以说 刚刚才讲 腰也好 夹鸡也好 它代表的是 背后这条脊柱 也就我们刚才讲 二十四节骨节 这个脊柱 整个腰给它崩起来 所以 从腰打头 还是从夹鸡打头 都无所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所谓的松腰骨腰 它是活的 就像什么呢 就像那火车的那个 那个活塞 松腰 到头必然骨腰 骨腰到头必然松腰 这个松骨的这个过程 这个活塞的叫 这个过程呢 就好像什么风箱一样 你看那个老子讲的 如呼有呼 就像风箱一样 来回的 来回的这样的运动 去松腰骨腰就是那 在那个时候 因为你夹鸡是绷着的 你腰也是往后鼓的 这个时候需要把这个劲发出 那个时候 对方的力已经借来了 借来的时候 借力是什么呢 张公啊 所以说你的这个夹鸡 或者腰往后鼓 把对方的力给借来 那打力呢 肯定是放箭的 所以腰一松 把这个力量放出去 放出去这时候呢 有阴阳相和的事情 那用对方的劲 打对方的气 这就是所谓的扣打球皮 打不是纯粹的借对方的劲 去打对方 不是 是让其自己产生混乱 因为我们人的生理 劲和气应该是协调的 但是呢 我借他来打我的劲 去打他的气 让他自己产生一个 不协调 这就是所谓的正着练 倒着死 他已经练自己的时候 都是顺的 都是顺的 那不能倒着练 倒着练就把自己练毁了 好多 实际上这个 今天随便讲两句 就是我们圈里面好多 打人打的比较好的 当然身体不是特好 一个是放的东西多 第二是什么呢 好多呢 他练法跟用法分不清 练法是练法 用法是用法 如果说你把老师的练法 当成用法 不管用 那还好 没有多大事 如果你在老师旁边看着 老师怎么用怎么用 你回家就照着个练 那么 危害非常大 所以说用法绝对不能当练法师 练法就是练法 用法就是用法 他是不一样的 练法 要什么呢 神意气 力劲 要和谐 而用法呢 就让他不和谐 练法是平衡 用法让他不平衡 所以说这个东西 你比如说接手半边空 就通过我这个意识的不平衡 让他不平衡 那你天天自己打拳能半边空 那肯定不行 那打长了自己的 就半身不随了 所以说这个 咱们得讲清楚 练法就是练法 用法就是用法 玩就是玩 那就是用法 练法一定按照吴基庄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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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现在讲 八门 他有他的练法 八门八戒 其实现在讲的 有一半 大家仔细听 是练法 有一半是用法 用法跟练法不能混 那好的 好 刚才孙老师呢 讲解过程当中 也给我们做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 就是用法和练法那种区别 如果把这两个混起来了 那可能会给我们的这个 胎拳练习呢 非但不能够就是说 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正向的效果 可能反而给我们造成一些伤害 这个也希望就是说 广大的这个朋友们 在这个日常的学习和练习当中 要多注意啊 刚才这个薄荷之下 这个朋友呢 也是跟上面相同的问题 我不知道这个孙老师 刚才的解答 是不是已经清楚的解答了你想 了解的情况 如果还有什么不太清楚的 或者其他想问的 您也可以再问 啊 后面的话 现在有一个朋友 这个问的问题是 他说这个 原来说是重心 是在这个两脚之间吗 原来说是这个中心和重心 是不一样的 重心是在两脚之间 但是今天呢 看您的视频呢 基本上您说这个视频呢 都是在这个重心上 比如在这个您刚才说的夹击 这个位置上 那这个重心呢 这个到底应该是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啊 是中心呢 还是重心 这个有点没搞清楚啊 希望孙老师再给解释一下 太极拳的练习有非常重要的一步 叫虚实风轻 而什么是虚 什么是实 其实啊 这就是一个对我们重心的把控 我们一般人的这个练习呢 说实在的啊 这个重心啊 基本上 都在 脚底下 都在脚底下 但是通过太极的练习 为什么要旋转 太极练的东西啊 包括你练出的珠子 练出的球 最后都要转 为什么要转 所谓旋之又旋 重要之门 他的 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就是把重心给飘起来 这个飘子非常重要 而不是说死死的扎在地上 那不是太极的东西 太极要清零啊 当然厚重不是错 那是一种风格 而太极的风格 就是以清零为主 松成松的是什么呢 松成松的就是我们的筋骨 而筋骨松完了之后 我们内在的气血 尤其是内气和内劲 要两个像太极一样 一样搅拨在一起 把它转起来 转起来之后 我们就产生一种生腾之势 这个我们如果大家玩过那个什么 把一个小球 把一个绳 挂一个小球 如果你把小球这么转起来 头顶蓄灵这么掉的 所以头顶蓄灵很重要 这个地方滴溜着的 这个绳的 这个地方就是头顶蓄灵 你把它转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小球就开始 往这 它就往上飘 它就往上飘 所以说你看练太极练好了 就跟在月球上乃至在太空上漫步的 脚底的轻飘飘的 就跟那猫踩在那地上 什么脉不如猫行 猫行不是说卖猫啊 跟模特似的 那不是那个 就是说你脚抬起来 落下来 一丁点的着力没有 所以我们打拳 这点很重要 功夫高不高 一看脚底就知道 脚底叮当叮当的 那是混元的东西 是吧 不能说它不好 太极的东西不对 太极的东西 脚底下轻飘飘的 这个就好像一个鞋搁在那儿 上没有人 而这个怎么做到呢 就得靠我们的阴 阴和阳 也就是劲和气 相互推动的旋转 相互推动的旋转 再加上一个头头上领 所谓的 头顶续领 人 就飘起来了 飘起来 什么飘起来了 重心就飘起来了 所以好多活你在这就使不了 所谓的打脚心啊 打脚跟啊 是吧 你打不了 为什么你的重心飘起来了 一般第一步飘到哪呢 第一步飘在腰上 所以我们鼓腰松腰的时候 运转的是什么呀 运转的是重心啊 所以叫一动不又不动啊 一下那个势就出来了 是整的 所谓的整立就是这样子 再往上提 提到哪 提到夹击 到夹击 能不能往上了 不能了 不能到头啊 那就完了 那神意的所在啊 最高就到胸口这儿 就到夹击 夹击呢 你可以通过胸口出去 或者到手上 你可以出去都可以 所以这个重心就飘起来了 所以说这个重心到底搁在哪儿 最后你会发现 意念在哪儿 劲儿就在哪儿 劲儿在哪儿 重心就在哪儿 所以重心就像什么呀 就像水面上的一个小船 而这个意念呢 就像这个 装这个小船呢 我们说那个湖或者水缸吧 一个水缸 水缸上面装着有水 水上面或者有船 所以说 这意念在哪儿 水就在哪儿 船就在哪儿 所以 最后太极拳虚实怎么说 意在的地方就是实 意不在的地方就是虚 所以千万不要说啊 公布啊 实腿 公腿是实 是吧 或者怎么样 那个也对 也对 但是呢 不是太极拳的叙事 太极拳的叙事 通过一步一步练习 把自己的重心和自己的内劲和意识 合在一起 所以意识 意之所及 重心之所在 所以重心各哪儿 随便 随便 人家摸到我的重心了 我的一脸八一枚就换地方了 所以就不能让人摸着重心啊 这重心是活的 如果让人摸到重心了 那你不是挨揍了吗 所以太极 重心 满世界都是 哈哈哈哈 就别这么说啊 好的好的啊 孙老师 这这个问题 也给我们做了一个详尽的一个解答 啊 感谢啊 呃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呃 珠子出去的这个珠子 啊就是您刚才讲了一个 呃 有一个珠子要出去 他是是说扣珠球的珠子 还是这个骨头的这个珠子 啊 这个骨头的那个东西出来的叫扣 扣啊 我一般称之珠子跟扣什么区别呢 扣就一个面的旋转 它是一个平面 比如说平旋或者立旋 啊或者侧旋 珠子是什么呢 珠子是 好多面对在一起 像个球似的 他哪都在转 啊哪都在转 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讲 啊 扣是基础 珠子呢 是扣链好了之后啊 最后形成的东西 所以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都得转 都得转 而且得协调转 得协同一个推一个一个推一个 我们我们啊 这个里面最清楚最清楚的 大家有机会到五台山 或者到到一些什么白塔寺啊 或者到北京的北海 你看那个白塔 白塔最底下一层 是那个转金筒 转金筒啊 一个对一个一个对一个 你巴拉一个巴拉一个巴拉一个 那里面表示的实际上 就是我们骨头的转法 你绝对不能反着转 他是有要求的 你到哪去啊 你人家都顺时针 你逆时针没有吧 而且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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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得接起来 他所有的东西互相推 互相推 互相推 这样一顺你的劲才能飘起来 所以他塔基嘛 他没有在塔顶上 塔顶是日月 你看那个塔顶上 是一个日一个月 跟周易是一个样 对吧 是阴阳二气合上了 那最底下呢 这个最基础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圈骨头柱子转起来 这一圈骨头柱子转起来 所以你天天布了那金筒 布了干什么呢 对吧 你得布了的时候 你就在自己身上 找我的这个金筒在哪 我怎么把我自己这个塔建起来 其实那个塔就是你 你就是塔 那个金筒转起来了 我的金筒在哪呢 我的金筒就是那骨头柱子 嗯 好的 还有一个问题 他问 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哈 叫 香在球皮上 是什么意思 咱们里边有一个这个 这个说珠子香在球皮上 那不太理点啊 啊 这就是说什么呢 他是一个 彭旅起案 是连着的 彭劲最初的时候 大家还记不记得 他怎么出的 一松腰 一松腰 比如说是右棚 或者左棚 不管哪个 他是从腰划出个弧线 摩擦这个球皮 这个时候实际上 这个这个珠子和这个球皮摩擦的时候 这个珠子是不是 这个时候打棚的时候 珠子是不是应该在球皮上 对吧 在这个时候 对方来捋我 捋我他还想把我继续往外引 这个时候呢 我的珠子本来是这样走的 你看 比如说球皮带着我珠子 是这样走的 是横着走的 横着走呢 如果顺着走 不就会牵走了吗 这时候我要珠子变成竖子走 所以一横一竖嘛 就横破竖 竖破横 你在这么赢我的时候 我的珠子在就得这么出去 就得这么出去 所以正是这一挤 挤实际上就这样 把这个珠子 由这个横向运动 变成纵向运动 这就把对方的横的这个铝给破了 所以说为什么 球皮上是因为我 这个挤是一定是 因为横才打出挤的 没有横怎么打挤 没有上来打挤的 啊 水生木吗 对吧 横 横是水吗 然后挤是木吗 啊 所以水生木 它是相生管齐 好 好的 这个 呃 实际上彭履挤岸 他每一世啊 都有彼此的这种关联性 他不是单独的一世这个 他自己怎么讲这个事情啊 他他一定是有前面有后面的这个连接的啊 啊 对对 这个啊 问题孙老师给解释的非常清楚了啊 呃 还有一个问题是 呃 您说这个波 呃出去 是他的这个球皮的这个是呢 还是您这个 呃 鼓腰松腰所形成的这个是出去啊 都不是 嗯 是我通过鼓腰松腰产生的这个像火钥匙的这个能量 把什么呢 把这个点呢 给推出去 推出去之后 这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对跟那个球皮又进行了一次碰撞 这碰撞的时候呢 他就会产生一个就阴阳一合他就会产生一个是啊 就像那个两个两个电线啪一碰就打火花 那种性质是一样的啊 那或者酸和碱两个东西放在一起 嗡一下他会产生一种能量啊 这个阴气跟阳气两个一碰的时候呢 阴和阳两个东西一碰的时候 碰它也会产生一种膨胀的散开的这种能量啊 所以这是通过我们练习你就会发现啊 所以说这个球皮是他的球皮 就是 珠子也是他的珠子 我无非用一点四两用我的四两拨千斤吗 他的珠子有他的千斤啊 用我的四两往哪拨 往他的球皮上拨 正常应该是球皮推着珠子转吧 这时候我让球皮跟珠子形成这样 这样哎 这就四两拨千斤才管用 不然的话他是千斤你是四两 你怎么拨动他呢 我们只能破坏他的有序性 而不是真的拿四两去打他的千斤 根本打不动 所以有时候往往你是四 太极的四两练出来 你直接打他一点效果没有 但是你破坏他这两个阴阳之间结合的这个有序性 他两个推 是吧 你要发动机里面静止小鸟 那飞机的发动机啊 静止小鸟 那飞机的发动机就瞎了 他很可能就失失 就就就就落下来了 但是呢 你用个鸟 你是拖那个飞机 你能把飞机拽下来吗 绝对拽不下 所以这个四两练出来如何用 就得去破坏他的连贯性和有序性 自己是务实有傲突处 务实有断序处 那怎么用啊 肯定是让对方有断处 让对方有傲突处嘛 是吧 所以这个突就是几 这个傲就是旅啊 那 那这个还是每一世之间都有这种相关的关联性啊 你说他用还是那句话 用法和这个练法啊 不一样 嗯对对对 所以这个呢 就是用法和练法的这个啊 不一致的这个地方 这个所谓的这个啊 正者练反的用 这个可能有赖于我们广大的胎权爱好者 在以后日常的这个啊 战装的训练和这个推手的这个实践过程当中啊 逐度啊去逐步的去体会啊 这个两者之间的这个不同 这个肯定啊 咱们提到就是说这个实践国学啊 这个你一定得在实践当中找出这两者之间那种差别来才能够真正的掌握 实际上这个东西确确是需要老师喂的 嗯 光为什么叫实践呢 真得老师手把手喂 他的练法顺着 跟用法就不一样 说的简单说翻着用 是翻着用怎么翻呢 所以太极为什么一定要有师臣呢 就这喂一下你就知道了 不喂 做梦都想不到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很多啊 咱们在这宣传是吧 大家从理为什么我多讲理啊 理上大家能有了解 但事上 说句实在话 到这个份上了 开始讲彭利己案了 讲八门八法了 开始讲真正的这些太极的东西了 嗯 没有手把手的喂 喂啊 你不知道里面的东西 什么叫顺 什么叫你顺的打的拳真舒服啊 那那人简直就是真的跟成仙了一样 就没 没死了 但是呢你要打人就让人美 那那不开玩笑的吗 你看咱们一摸手 对方哎呀哎呀 就是一轻一炸下的 就很难受的啊 就打完了之后那个气息 都是都是很乱的 因为你练拳的时候 你的气息就是顺的 越练越生长 但是打人的时候的气息是越来越粗 越来越粗 越来越脆的啊 所以那两个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其实打人并不好 打多了伤胜啊 所以少打啊还是多练 是是是 啊所以刚才这个孙老师也提到哈 这个太极拳的这个啊 师承的这个传承的这个重要性啊 所以也希望就说啊 广大线上的朋友太极拳爱好者 这个啊未来有机会的话 当然欧洲的话孙老师可能明年 会到欧洲那边去啊 其他的在国内的这朋友呢 有机会也希望大家能够到啊 除州啊 南派太极拳的这个基地是在除州啊 大家到除州来亲自的来体验一下 这边有老师在实际教学通过这个 跟大家亲自的这个释手听劲 就能够让大家对于这个啊 很多实际的东西有更啊 所谓啊 亲肠滋味啊 这样你才能够有这个深入的体会啊 啊现在线上一个啊 叫D的朋友来问老师好 你那刚才视频里的波是用对方的球和珠子产生的 那我如何能认识到对方的球和珠子呢 谢谢老师 同气相求同胜相应 首先要有自知之明 所以叫站桩啊 站桩在自己身上找到自己的珠子和自己的球 也就是自己的劲和自己的气 和意念 长时间的往一块融 实现了什么呢 叫意与利和 神与气和 心与意和 这那三合合上了之后的话 这时候你的神意啊 往意念往对方上一放 你就能感应到 跟你一样的内气 因为人跟人是一回事啊 所以为什么杨璐禅当年人问的时候 铜人铁人木头人打得了吗 打不了 为什么呢 死到 专打活人 死人都打不了 为什么 活人才有劲才有气 才有性 才有意 才有神 所以我们练太极第一步 就是要通过自己的神意气力的了解 对自己的了解 然后呢 把他这个意念往他的骨头上放 把眼神往他的丹田里照 原神往他丹田里照 这样的话呢 他的东西就 你就完全叫知觉吗 我知道他的劲 觉到他的气 这个时候 以运动知觉 自然带动他的劲跟气 随我所动 然后呢 我顺着是练 我反着在他身上用吗 所以我的劲儿 敲气气敲劲儿 骨头打猪子 猪子打骨头 猪子打皮 球皮 球皮打猪子 都可以去叫什么 神追翼翼锥神 这就是当年王老爷子讲的最要命的地方 他一拳 神追翼翼锥神 打伞认真 啪一下 什么叫打伞认真呢 神儿一撞 啪一下 这个闪就出来了 那 这时候给他个方向 他就出去了 叫打伞认真 所以说 其实就是全凭心意 用功夫 这是太极权最重要 最重要最重要 先把自己的心意搞明白 自己的心意能调动什么样的能量 调动什么样的力量 同理 就可以用这个心意去调动对方的力量 而调动那边只有思量怎么用呢 让破坏其有序性 破坏其连贯性 破坏其 合作和谐性 让他不和谐 不连贯 不有序 这就是台积权最重要的东西 是吧 好 这个刚才孙老师讲了 实际上这个也是 还是需要我们先长期的练习 所谓这个知己方能知人 这个是需要在这个自己身上练出来 把这个能够这个珠子也好 这个球也好 气也好 能够分得清楚 然后才有可能在对方身上再去找 这个欢迎广大朋友们也是这个加强这个日常的这个无集装的这个练习啊 刚才还有一个问题 叫Owner Fan的一个朋友问孙老师您好 之前您讲的得机得势和一动无有不动啊 你今天的这个讲的内在的联系是什么 得机得势呢 他是一种方法 他是一种方法 就是说如何让阴阳相合 阴阳相合的时候 我们知道一阴九阳 二阴七阳 三阴 这个二阴八阳 三阴七阳 四阴六阳 都不好 为什么合出来之后他有杂质 所以一定要五阴五阳是妙手 所以他五阴五阳合 这叫得机啊 一九二八三七四六都不对 所以为什么叫机一定要踩在中间啪一下 左右都不偏不破 这叫得机 得机合了之后就出了唇式呢 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杂质 这叫得式 而通过机合式来推动自己的身形的运转 这叫什么呢 一动五有不动 动的时候就是用机合式 就是心动 心一动机就动 机一动 事就来 事一来 把事推着自己 叫如风百柳如水复舟 这叫什么呢 这叫一动五有不动 但是心一空 一进五有不进 不动 不动是什么呢 是无机 无事 无心 无意 啪一下 一空 空中 自然有此妙有 这时候你会觉得周边的 那个你你练的那个是 你还把你填满了 原来嘿 是吧 内外相合 就是你练出来的这个是啊 你以为外头没有 实际上外头到处都是 所以你这一空的时候 空的时候是真空吗 不是说什么都没有 而是那个是一下填满了 所以说这有一丁点的是 然后什么呢 逗出天地间变满的是 这叫一进五有不进 所以说你这个是变满天地 你没法动了 你就像什么呢 在深海当中有波浪吗 没有波浪 波浪等是什么 在海面上才有波浪 所以叫一动五有不动 就是在海面上 哎 他有什么 内外之别 而没有内外之别 浑然一体的时候 就一动五有不动 一进五有不进 所以这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它是一个一个因果关系吧 好的啊 孙老师刚才把这个问题给我们做了很好的解答哈 这个如果网上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欢迎朋友们这个继续来提出 现在呢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给我发来这个微信问 就是松腰的这个是如果是碰到对方的球皮 是要碰到对方的球皮之后再把珠子弹出去吗 那就问这个啊 这个时间的这个这个 我这不是 这个松腰的事情跟手似的 他一松腰啊 一松腰啊 就得拖着这个 就得就得去 就得去找 找到了之后 啪一下 给他顺势就给他弄出去 所以这个挤就在这 嗯就是这个球皮比如说球皮在这吗 你去找找找找找到他了 这这刚摘呢 提着叫棚 对吧 往前给他捅出去 这才叫几呢 明白吗 所以这个是 其实他就先做个棚手 做个棚手之后呢 沾到他的 找到了他的这个球皮了 啪一捅 然后这个东西过去之一下一合 他不就是合了一下 猫出了一个波 再把他这样给他螺旋的往下走啊 这就是所谓的计 嗯 啊 刚才这个孙老师我相信 这个手势上给大家做的这个比喻啊 应该是很形象了 摘上和捅出去的这个啊 估计这位朋友啊 就能够就是很清楚的这个理解了啊 啊 时间也过得非常快哈 现在已经又一个多小时了啊 先生的朋友们还有什么新的问题啊 向孙老师提的吗啊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啊 讲座就进行到这儿 也非常感谢孙老师啊 谢谢 好 谢谢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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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